小时候的幼儿园是最好吃的 现在其实还是稍微有点撑啊 他们说让我哪排队去哪 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吃 哦 太香了这个真的 现在是这样朋友们 我不是职场的吗 吃完就得去厕所 然后刚才找了一个公公厕所 就在咱们这个南开区还真挺干净的 我觉得现在我不仅知道这个天津好吃的在哪 这个天津好点公厕啊 我觉得我都快看个遍了 现在马上就到西湖道了 再骑这么三五分钟吧 应该就到了 然后去看看西湖道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值得这么多人推荐给我 怎么了这是 我现在已经停车到西湖道的这个路口这了 我记得西湖道原来我来过一次 但是我没有看见好多好多吃的 是不是我上次没仔细看呀 然后有很多很多这个网友也好 粉丝也好给我推荐西湖道 说让我来打卡 然后我今天不就来了吗 然后这个一个一个看看 然后看看大家给我推荐的店 我都尝一尝看看哪个好吃 然后哪个一般般 估计没有一般般的 我感觉应该都挺好吃的 这是这个二斗栗子 就之前有那个粉丝给我推荐过 而且都还能尝还挺好的 这个是什么呀 嗯 这个 这是硬的还是软的 谢谢 嗯 好 拜拜 我送的不行我那太沾肚子了这个 哼 谢谢 拜拜 那我刚才买的那几样 还都挺好吃的耶 真的这还有这个二斗藤房 但是我对甜的吃的就是蛋糕什么的还行 但是这个糖什么的我都不吃了 哎呦 本来这个今天吃这么多东西就够发胖了 好 我再来点 我再来点糖好嘛 我现在其实还是稍微有点撑了 这还有什么酱 旺福顺酱牛肉 我是吃不动了 然后这有果仁什么的 然后扒鸡这边东西还都挺好的 他们说让我哪排队去呢 我看看吧 伯伯像 伯伯像 我之前买过 伯伯像 挺好吃的 但是我这次就不买了吧 那次我看看别的 熟梨糕我之前没吃过 我想尝尝那个熟梨糕 熟梨糕之前我老想吃 但是一口都没吃过 尝尝肉笼吧 所以肉笼有人给我推荐过 这肉笼有吗 你好 你好有肉笼吗 我先坐一会儿 拜拜 拜拜 这个肉笼一个石榴 我觉得我反正一个肯定吃不了 然后就稍微尝一口 这是卖什么排这大队 哦 鸡架 手撕鸡架 这道来一尝尝 我先来一口这个肉笼尝一口 这个肉笼啊 咱就是说 咱都别说什么天津北京了 肉笼哪儿最好吃 在我心里边只有一个地儿 就是大家公愿的 小时候的幼儿园是最好吃的 我尝尝这个 它这个肉笼哎呦 没地儿我找一地儿吧 找一地儿稍微拍一下 看一下 这儿吧 这儿还可以 看的应该也挺清楚的 把这个掰开看一眼 然后这个二斗的这个 就刚才我吃那个 这叫什么呀 反正就这两样 就是一个小方块的糖的 一个那个什么奶枣的那个 这两个好吃 利的我还没吃呢 利的我打算一会儿再尝一尝 我先尝尝这肉笼吧 这肉笼 不一定好吃啊 我觉得 因为有人跟我说 我它家是什么网红店 还是什么 看看是这样的 巨大一个石榴 还挺便宜的 然后打开这个馅 看上去还行 巨大一个 嗯 嗯 这还可以 挺好吃的 但是 跟小时候印象里的 有缘的肉笼 就是心情上肯定差点意思 在谈部上特别好吃 就是 不难吃的这么一个肉笼 还可以 然后接下来咱们去 排那什么去吧 排鸡架去吧 这鸡架这么多人排队 我觉得应该是值得吃的那种 但是排队人特别的多 这鸡架 哦 要一个糖醋的 这是撒个白糖和醋 我这个鸡牌已经买完了 不是鸡牌就是这个鸡架子已经买完了 我这个鸡牌已经买完了 不是鸡牌就是这个鸡架子已经买完了 我帮人在后边排队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人 专门负责炸 炸完之后 然后那个有一个大姐 咱是切 真聚火 就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了 然后现在准备 找个地儿 然后把这个鸡架子 干两口尝一尝 尝尝这个这么火糖醋 这糖醋味呢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吃 这边里边有一个小区 我打算进这个小区里边 找一个地方 稍微坐一会 然后把这个鸡架子尝一尝 就是那个肉笼 稍微吃两口 这个拿出来就能闻见 特别浓的一股糖醋的味 哇 这个真的真的 就怪不得那么多人排队 而且好多就是本地的 不光是游客 好多好多本地的当人排队 这个鸡架子它是 就外边炸的特别特别特别的酥 就外边的皮已经焦了 然后再加那个 糖和那个白醋 你们看刚才它做的时候 撒的特别特别多的糖 和特别多的白醋 12块钱一个 那这个挺值的呀 然后那个肉笼是16 这样相比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根真的更好吃更值 哇鸡架的真的好吃 哦 太香了 这个真的 这个也就是我不住这边 这个我如果要是住这边的话 可能真的能多买几个 然后晚上 然后找一天有球 一边看球 然后一边吃这个 所以这是多享受的一件事 那大家咋看 在这儿把这个鸡架子吃完 或者留点 我留点 晚上拿到酒店 可以一边直播一边吃 那里还有一个麻辣味 但我看 前边很多人买的都是糖醋的 所以 我就得买这个糖醋味了 正好在这儿可以给大家看看 我刚才在那个二斗栗子 然后买了这个 奶枣 它这个奶枣呢 就是外边这一层 是奶 就是特别多的死 你看往下掉 能掉粉渣的那种 然后 然后 特别是软 买一味特别的浓 然后里边是一整个 七壶的澡 这个我忘了叫什么的 反正这个东西 我之前在那个成都吃过 我还挺爱吃这个东西的 虽然说是甜嘛 但是真的没有那么甜 而且有嚼劲 我都形成有嚼劲的 就是这个 然后杏仁 葡萄干什么的 它咬的那 咬的是那种酥的 酥到掉渣的那种酥 这个 这种东西 也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吃 我爱吃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 它既然叫二斗栗子嘛 那么你来的话 怎么可能买别的都买了 怎么可能不买栗子呢 我又买了一点点的栗子 在北京 我吃栗子吃的比较少 基本上就是 冬天可能吃栗子吃的多 但是夏天 基本上不吃栗子 因为栗子开口开的挺好的 然后单手就能给它打开 个都挺大的 尝一尝 这个就是 普通的栗子了 就是跟北京的区别 可能不太大 但是另外两样 真的真的好吃 最好吃的应该是那个 这个鸡架子 那鸡架下回我要再来西五岛 肯定还会再打卡再吃的 然后现在咱们 从小区处去 然后再吃西五岛其他东西去 今天来都来了 不给它吃全了 不给它吃全了 我是不会走的